大家好,我是冰哥 上次我为大家分享了一道红烧豆腐 今天我再为大家分享一道煎豆腐 做法简单,好吃又下饭 下面请跟随我的视频一起去看一看吧 准备二两五花肉,将它切成薄片 切好后装入一个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四颗红椒 红椒从中间破开 再将它切碎 切好后装入一个小碗中备用 再切几根蒜苗 蒜苗斜刀切成两厘米长左右 切好后也装入一个小碗中备用 再切三个大蒜 大蒜切成薄片 切好后也装入一个小碗中备用 再切两块比我还要老一点的豆腐 将豆腐从中间切开 再横过来切成小方片 切好后装入一个碗中备用 热锅加入适量的油 再加入一勺盐 放盐防止豆腐粘锅 那样豆腐也更容易肉味 再一次将豆腐一片一片的放入锅中 轻轻的抖动一下锅 这样就不会粘锅 全部放下去以后 将它慢慢的煎至进行 再轻轻的换动一下 这样豆腐就不会粘锅了 下一面煎好之后 我们翻过来煎另一面 没翻过来的我们用锅厂 锅厂一片子将它全部翻过来 煎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两面都煎好之后 我们将它倒出来 装在一个碗中备用 锅蒸留底油将五块肉倒进去 泰色的翻炒 炒出它的香味和它的油脂 将五块肉炒至精华后 我们放入刚才前熬的大蒜和红辣椒 再继续翻炒 炒出辣椒的香味 现在我们来调味 放一勺盐 少量味精 再翻炒几下 放入一小勺辣椒面 再炒香 再放入刚才煎好的豆腐 这时候我们就不愿意锅炒 去翻炒了 直接颠下锅 再加入一小碗清水 轻轻地稍微翻动一下 放入适量的生抽 不要勾芡 让它直接慢慢地收下汁 放入刚才切好的蒜苗 再颠炒几下 差不多就可以出锅了 炒成这样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一道超级美味的家乡豆腐 就这样做好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评论区说说您的意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又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喜欢我的朋友 给过免费的小星星 好好关注一下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 Ray